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小编,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肖战给粉丝的新年祝福。 上了热搜,你看了吗?伙伴们,想必你们都已经收到肖战平安喜乐的祝福了。 小编发现,凡是在抖音上和肖战相关的内容,互动量都很高,而且几乎都能上热点榜。 这个热点榜,其实不是那么轻易容易就能上,拟除了当红视频的互动量,也就是转赞评等缺一不可。 肖战给粉丝的新年祝福的这个热点的相关内容,小编都看到了有网友纷纷评价肖战顺顺利利,平平安安。 还有网友也评论道,肖战虎年愿你虎一年,生龙活虎,开开心心,平平安安,往后余生顺遂。 这个肖战给粉丝的祝福感觉到意义重大,特别好,以前我们都是通过短信或者打电话的方式拜年,还提现在同学,朋友,同事,亲人等之间的联系,后来就变成了微信,变成了朋友圈,对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也能送上了祝福。 福射面,稍微大了一些,偶尔会发个红包啥的,互相祝福一下,有点新鲜的气氛,现在抖音的这个意义更不一样。 大家可以对我们的朋友发出平安喜乐四个字,就会出现肖战的祝福,祝福了别人,也祝福了自己。 这样的祝福胜过千言万语,也比小红包更加让人感到舒适。 平安喜乐代表着自己对别人的祝福,也代表着别人对肖战的祝福,更代表着肖战对大家的祝福,让好多陌生人之间也有了互相的祝福。 大家纷纷的在热点评论区,写到平安喜乐,多好的年味,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收到了平安喜乐的祝福,也都看到了肖战,平安喜乐,身体健康,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 那我小编借着肖战给粉丝的新年祝福,顺便祝福大家平安喜乐,对此,你怎么看呢?好了,小编的解说就到这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